大家好,我是Henry,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一 今天特别是录制这段库图和IB简单操作的分享 最主要原因是上星期二,6月11日 我们搞了一个期权收租的线上分享会 有不少同学也有报名,报完之后 他们也不着而同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对IB整个平台不懂如何操作 库图也没有,是否要开,开完又要怎么用 我看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不定录这段视频 录完之后就放上youtube 大家可以自由一点,可以去看一看,了解多一点 这就是我今天录这段视频的最主要目的 好了,也要有个面子发声明 这个视频或者录这段视频 也要讲清楚是一个投资教育的视频 一个课程 我和我公司都不是证监会的 潜伴人士或者机构 我们不会提供任何投资的服务 或者投资的意见 也没有和任何证券公司有任何合作协议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两家证券公司 附图和IB IB全社叫Interactive Brokers 中文叫營后 这两家证券公司在香港都有持牌的 但是我和我公司在这一刻 是没有和他们有任何合作协议的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纯粹就是说回我用这两个平台 有什么心得 或者这么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平台好用呢? 所以大家就自己要衡量了 大家是不是要在这两家证券公司开户 就自己决定 也没有任何的转介 或者连结去发给你们的 你们有需要就去联络这两家证券公司 或者其实现在开户都很简单的 举个例子 你说IB开户 你总的打IB开户上去网站 填上相关的资讯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不要问我有没有任何的链接 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 纯粹就是分享我对这两家公司的平台 有什么看法 我用的过程有什么地方 值得大家留意 那你们进行任何 尤其是进行任何投资买卖之前 就更加要小心 尤其是我们是很集中说期权投资的 中间是说期权是衍生工具 涉及的风险可能会大些 杠杆也会大些 所以大家做投资之前 一定要非常小心 审视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有需要的时候 就咨询专业人士意见 那我和我公司 不会就着大家的投资上任何的 规算承担任何责任的 好了 那就想说一说 刚才我说到这两家证券公司 富途和IB 富途就叫做富途牛牛 那IB就是interactive brokers 那两家证券公司 我也有用到的 那对于我们做期权投资者 就是做一个期权投资者 那这两个平台非常之有用 非常之重要的 富途呢 你问我 我就拿来看资讯的 IB就拿来做买卖的 那我说得这么大 也不知道富途会不会很高兴 但是你也知道 我没有和任何公司有没有合作 所以我说的 总之是基于我对那件事情 一个合理的理解 分析 那我就照说 那当然我不是说富途不好 而是我用IB用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时间去研究 究竟用富途做买卖 是否没有IB那么好 或者是好IB 这个我没有直接做过比较的 那我所知 其实富途都非常之进取的 他也是少有的一间证券公司 是会就着其权的买卖来说 用一些组合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也挺欣赏这间证券公司 但是可惜我真的勇管了IB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研究究竟 富途在整个买卖 交收上面有什么地方 和IB是有得比的 这个我没有比较过 不代表他们差 那这件事就交给听众们 大家看完之后 自己可以自行一个比较 好了 富途来说 资讯是非常全面的 它还要是Data Stream 即是Real-Time Stream的一个Data Stream是什么意思呢? 稍后我将我的手机 铺在螢光幕上 就示范给大家 看什么是Stream Line的Data 义体、义用、义学 非常用户朋友 而IB的强项在于 在美股市场上做买卖 可以用Strategy Builder 即是一套一套的方法 来做成交 这个方法不要放在港股上 放在美股上就算了 因为港股有时候做到 有时候做不到的 据我所知 但是放在美股上 我没有一次试过做不到 好了 Long也可以兑减short的按金 我不是说指数其权 而是说股票其权 那是绝大多数证券公司 都做不到的 好了 那被行驶的时候 如果在IB那里 有张short call 有张long call short call 被行驶的话 只要有一个合理的Long 做保护 那都是我在这段时间关系 说不到什么叫合理 总之有一个Long 做一个保护的话 IB可以借钱给我们 买股票或者借货 给我们沽空交收 这几点就是我看中IB 作为整个平台来说 因为IB一间很大的证券公司 是在美国加拿大那边起家的 现在全世界都很多地方都有它业务 在香港都是拿牌的 所以迟牌的证券公司 我才敢跟大家说我有用 不迟牌的那些文心 我自己都不敢用 那怎么敢跟别人说呢 所以便是值得留意 有时候我都说得更坏 我都会说 如果你都不是用IB做交易 你跟他说 你交易期权很棒的话 就是文心那句 我有一些要保留 好了 整欧会说IB有多好 富途又怎样 富途来说 是现时流行的一个数据 非常有利用的 各国各类的投资产品 的资讯都很齐 有一次有一个同学 做期权买卖 他说他做了什么天然气 我忘记一个曲 两个英文字的曲 我自己都没有买卖过 但我后来都是在富途上面 找到这一只东西的股价 其权成交什么都齐了 所以我也想不到 有什么去不齐 当然可能金融世界 都有很多东西的 债券那些未必齐 但一般股票 期货、期权 以及整个数据的摆位 都非常集团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例如同一个摆位 亦都很用户 颜色也很好 技术分析指标 亦都可以选择 所以我觉得 用这个平台都挺不错 当然要明白 我的富途户口 又是开了很多年 很多年前是摆下一笔钱 以后 他就被我用了 是不再收钱的 所以你不要问我 现在富途的资料 收多少钱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真的要问回他们 还有些资料费 都可能会有少少的变动 所以这个我不更新 我不敢乱说 你可以问富途证券公司 究竟他们现在的情况 是如何安排 以手机浏览富途的APP 除了股价之外 还有盘前价 股权改变的 长程、日期、派息、随权、财报日期 期权成交数据 还有都是streamline data 是很好用的 所以我大多数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看富途的 我这很平心而论 我觉得富途在这个版面上 是比IB环要优胜的 好了 我现在首先将 我手机射了上的螢光幕上 那我就不如 看一下富途的版面是如何 好 这个就是我的手机 好了 这个就是富途的一个版面 其实 sorry 富途一般来说 其实富途就很简单 你肯读肯按了很多东西 下面这里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其实这些是我的帐户 这些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牛牛圈 和别人聊天 不过我孤僻的 我不喜欢和别人聊天 所以我不会按这些来看 我最主要都是看这两个 自选和市场 好了 那我就按到市场上 一按到市场上 那我现在由于 港股收了正股 但是期货还没收的 即期货你知道 港股行止 期货是行夜 行到夜市 行到凌晨三点 美股还没开始 但美股还没开始 但期货正在动 举个例子 你留意一下这个标普500 现在的点数是5499.25 我说的 Streamline的意思就是 你不用按它 你不用移动它 如果指数真的移动 你看到5499.00 指数已经移动了 美股的期货正在移动 现在正在移动 即是标普 导致也是 期货正在移动 虽然美股正在9.30 美股正式开始 但期货正在移动了 所以你不用移动它 不用按它 它的指数会自动跳 这个叫做Streamline data 大家都可能有用AA stock AA stock我也有用 但现在就越来越少用 为什么呢 它只有20只股票 港股可以看到 realtime 但按完进去后 举个例子说 这一刻我按完看到 美团是117元 如果我不跳出去再进来 美团的股价是不会更新的 这个就不是Streamliner 但你看到这个货图 这个数字是不断地移动的 当然它移动得慢 因为现货未开始 期货价当然是移动得慢 但它也是移动的 OK 那就是我刚才说 Streamline data的好处 即是你不用按出按入 按出按入去更新的 它不断跳不断移动 你看着它的改变 有时候有些时候 几个礼拜前 有一晚 我没记错 应该是6月 6月1-2 不要记得了 总之一个星期五晚 标普也是 临收市前十多分钟 急扯上去 扯得很快 差不多是20分钟 我看着表现很过眼 我当然是有参与标普的买卖 所以我有留意到 看着20分钟 每个市场价格一直一直直线扯上去 那我是方便很多的 如果我拿着那些市场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就是我经常说 realtime Streamline data 那个意思 好了 你按到这个市场 那其实就看了 有什么市场 这个就是期货 期货底下还有美期 港期 好了我现在手机按港期 那这就是香港的期货 恒生指数也是在动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17937 那这个是恒生指数的期货 那大家一直看着视线 它会跳 那当然夜期都是动得慢一点 那你可以按港期 美期 或者新加坡的期货 也可以照看的 OK 好了 那除此之外 有可以选择全部 喝的你怎么选都可以 当然我知道 其实 可能你打开电脑 用一些 trading view 那些 其实都是realtime 但是大家要明白 其实大家今时今日的 生活习惯 其实都是用手机的 现在我做trading 绝大部分时候 都是用手机 因为手机快 就是我去到哪里 一按下app 就可以做买卖 开电脑 搞一下又没有电 接着又要lock in 又要选择app 那部电脑又要混合其他东西 那整个东西 那整个都要搞很久 你看到期货已经动了 17934 它自动会跳的 所以我自己大部分时候 其实都是用手机来落盘 跟朋友喝喝东西 或者去旅行 乘搭车 或者想试试 其实我已经可以随时做到买卖 非常方便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东西 全都是用手机去做的 好了 市场就是说市场 你可以去看期货 看期权 看美股 当然 这个美股 我又按部手机了 按美股 美股就不会动了 因为这个美股 就是说标普 5431.6 这个就不会动了 为什么不会动呢 因为美股还未开市 现货还未开市 这个5431.6 是上周五的收市价 标普 道指 道指 和纳指 全都在这里 FIX那些都有的 恐慌指数都有的 我可以按期货 我按期货 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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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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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画面 美股 美股 港股 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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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股 分开了 在美股 举个例子 我经常说 这支SPY 我 按了一支 不好意思 以为按一支 控制度 不是的 要按手机 第一支是SPDR 即是这支 即是SPY 我们拿美股期权 来收租的一支 期权 你看到 上周五收市价 542.78 下面有个数字 542.56 是盘前价 盘前价就是说 今天九点半 美股开始 因为下令时间 现在就是说 盘前 未开盘之前 价钱是多少 就是这个 上周 Adobe Adobe 列口高开十几个百分比 其实盘前价 已经看到了 在这里 展示盘前价 给大家看 好 我再按 SPY 你看到 它的收市价 这一行 留意 就是说 除权派息 和 一些财报 неб ад 日子 全都在这里 或者它有何产消息 都会最多 这 Ping随 这个是告诉 上周五的 izer Minute Open 通贯 总成交量 mant 全部都在这里 这里有一束 理念的 阴阳松 这个甚至是什么呢 我现在操作这部手机,我将它缩续 你就可以看到更加多的阴阳烛 因为我想看再早些日子,我一直向右掃 你也可以看到整个阴阳烛一路一路一路弹 甚至乎这部手机是英俊的,我除了看日线 我想看分钟,分钟就按这里 站在这,分钟按下去,这就是分钟图 我不是想看五分钟 按下去五分钟的按键,即是按下去五分钟的按键 就会出了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会随便,你怎样选择都可以 我选择五分钟,我按过五分钟就出这幅图了 这幅图是可以去到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幅图是英俊的 我看惯是看日线的 或者我看到日线图,我想说 究竟这支那么厉害的阴阳是哪一天 我用手指按住它,你看到 其实这里已经有一条线 左手指不腻条,再试一次 好了,左手按住它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条线 线图了,就是这支BAR 这支BAR 其实就是4月4日的SPY HIGH, LOW, OPEN, HIGH, LOW, CLOSE 有所有数据在这里 除了有时候你看图表的 甚至乎你有心机的下去下面 它有很多东西给你玩的 当然我时间关系说不了这么多 有很多东西给你玩的 你喜欢设定什么的Parameters 都可以的 而中间举个想法 我不是想看SPY 我想看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 那你就来这里 上面这里放大镜 按一下 那你说American Express 你应该知道它的曲 就是AXP AXP 那你就打了 AXP 那我手机打了AXP 那它就LOW了 美国运通 那我就按在美国运通 手指按下去 那它又出了AXP的 股价 还有过去这段时间的走势 已经跌了 大概你知道它的走势是怎样 即是一部手机 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LASER的资讯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还有我先跳出去 我去到市场那里 之前有些同学说 我对美股不太认识 按下市场 好了 按下美股 因为有些同学说 之前没有玩过美股 他又想接触美股 好了 美股 我觉得最好 你按一按标普指数 标普500 因为标普500 是500间公司的 加权总值 在里面 按下去之后 这是标普500的指数 有了他们的阴阳足 或者加通道的图 一路滑下去 一路拉下去 你开始就可以看到 原来有很多不同股票 即是属于标普500成份股 股的股价 尤其是对于初玩美股的同学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股票可以玩 其实美股是很厉害的 它是渗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你想想你今天下街 叫车 Uber Uber 就是美国上市 下车之后 就去喝杯咖啡 Starbucks 喝完咖啡之后肚饿 麦当劳 你想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出现的 我用水用卡 消费 ASP 那些美国上市 我不用AE 我用MASTA MA 我都不用MASTA 用VISA V V V 里面 临临临临 就是中心日常生活 所有东西都是在接触着他们 甚至乎 我们现在在录的影片 是在YouTube YouTube Google Google 真是很强横的 美国的企业 这个不得不赚 但是 那么多的企业 我怎么选择 哪幅图可以,其权是怎样的 我就可以走入里面去了解 究竟有什么成份股 我想提醒大家可以这样做 又或者是Adobe,我刚才说了Adobe 我按下去Adobe 这里的图很小 我两只手指放在阴阳竹里 抹开它就等于放大 在桌上已经看到就是这只竹了 躲下一下,高开了上去 OK,看到Open High Low Close 按住它就看到不同日子的股价走势 还有期权这里,这里按下去 你可以看其他的期权链,Option Chain 美股期权有700多只股票 是有周权,即是每周五到期的期权 今天17日星期一,21日星期五 所以这里有一个到期日 28日又有,5日又有 如此类推,这叫周权 不是每一只股票都有期权 也不是每一只股票有周权 有些只有月权,即是每个月到期的期权 成家序当然是缩下股票期权才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看Adobe 6月21日到期的 原来Adobe的股价 这里画一条线给大家看 525.31 525,左call,右put OK,这里你看到最后的bit ask 即是买价,买价就是必,买价就是ask 那就是买买价放在这里 三张一张这么少的? 收了市就少了 好了,上周五当日 所有call的成交,所有不同的到期日的合约 的总成交张数是87,000张 Hood里面55,000多张 你可想而知其实这只其中一只Adobe 好了,再看一只,花一点点了 SPY,好吗?我经常说SPY收租 按SPY,好吗? SPY 毛鱼伦比,没得说的 再按期权 你看到SPY上周五call的总成交张数 是121万张 put的总成交张数是247万张 不要这样觉得就要跌了,不一定的 好了,那就是总成交张数,两面加上是368万张的成交张数 港股期权一天 港股期权一天 港股期权有百多只股票可以买卖期权的 即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有三千多间 但都是只有百多间公司的股票可以买卖期权 OK?那么多只百多只加上 每一天我所知的成交量call加上 六十多万张左右 所以你根本连一只SPY都不允许 但是大家的值可能有些不同 但我也是这么说,这只是别人的SPY 还未见别人的很强患的Google、Apple 还有Amazon、英伟达、Tesla 这堆成交非常暢旺的奇缺 好了,这就是B ask价 我按着手指一路向这边拖起来 一路拖起来,你会见到更多不同的成交数据 最后的价格,升跌了多少呢 一路拖起来,成交量 未平仓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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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都有什么 接着隐身波幅 IV 即是指期权的时间值有多贵有多便宜 IV 也有 Grease,Delta, Gamma, Figure, Theta 和Row 这五个最普通的Grease都在这里 当日成交的最高价最低价 全部都在这里 好了,中间价是多少 做收价 之前的收市价是多少 你慢慢看,看到你不想看位置 资讯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而一路再拖下去很多很多 你慢慢再研究 在开市期间 这些期权数据是 实际上跳的 又是不用出去再进来 不断地跳 所以变成了 这个Data上面是很强 很多次我自己 不是真的 不是经常打开个IBA帐 我先去看看库图 看看市场有没有什么 其实你卖些什么 大概都记得 我自己也是 现在都是做标普 做Google 这些收下租 基本上我看着他们的走势 都已经看到很多东西 一个库图帐 为什么我这么推崇地址 就是因为他所有的资讯 都可以看得非常全面 尤其是那些 盘前价、除权、哪日除静、派多少息 哪日一拆几 那些一清而彩 我还有财报的日期 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是我自己看资讯来说 我会用库图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大致正在用的东西 我还没有探索 但我的角色不是要探索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是找一些适合我用的东西 而又够我银食的 这是我的最佳工具 好 好 这就是库图了 库图完结了 就说一下IB 好吗 记住 尤其是你加入了期权收租促成班的同学 你一定要在IB开户口 你在其他证券公司开户口 但是你说我用的那间 陈仔和我的经纪很熟 不要紧 你便继续用它 但是它当中如何做交收安排 对不对到短的线 是很重要的 我待会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为什么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 好了 但是第一步 你开通过IB帳户 你不开就什么都不要说 对不对 如果开的话 记住一定要开margin 你不要看到margin 就怕得傻了 margin很害怕 这些说笑的 我经常看电视剧 都发现一些很错误的观念 就是炒margin 输了2亿 其实我也不喜欢说什么 什么叫炒margin margin其实是你的 funding的arrangement margin就是 原本你要放下10亿做的东西 你现在只放3亿就做到了 这就叫margin 其实买楼也是margin 你也没有说你是炒期指 买楼还是买股票 买股票都可以margin margin就是一个funding的arrangement 人们常觉得margin是一种产品 我觉得也挺惹笑的 你留意一下 要开margin account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开margin account 你做short call 你做short call 你要有存额折货的资金 才给你做short call 你有多少张浓坡保护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为求我们要有弹性 我们一定要用margin account 开margin account 是可以选择margin 大家一定要选择margin account 不要怕 看到margin就有风险很大 很怕输 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 我经常说一样东西 你赢不赢得大资金 我没有保证你 但是你跟着我们的方法去做 一张short 一张浓 齐开 齐走 齐上齐落 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一开仓 一齐开仓 走一齐走 输赢永远是 真的说 外收租 最多就是输一百元美金 就是说八百元港币 所以不要害怕 你要开margin的户口 才能做到我们说的事情 第二件事 算入钱 你不入钱 那这样玩手指吗 那当然要入钱 入钱的话 其实IB最低好像 一万还是一万多元 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有理由入过最低的银码 所以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最低 入的资金是多少 但是我所知是一万元左右 但是不要真的 只是入一万元 因为很多时候 到户口真的要交易的时候 他差不多有一万元左右 是锁住了 不是很给你用的 因为始终有时候 你做期权买卖 期间可能会被人行使 要买货 沽货 中间始终IB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不会给你一万元 就是你用到一万元 我自己理解 就是差不多 你头过一万元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 你如果真的想做 期权收租 放下二万元港元 你当是一万元不能移动 那你也有一万元可以移动 去买卖做收租的动作 最多输一百元美金 就是输八百元 最多就是这样 所以这部分要做 而且现在入资非常方便 用银行过货 你不需要真人想去IB见人 为什么呢 它是用了银行的 因为银行把关也把得极严格 银行和你做完交易的工作 所以它利用着银行 已经和你做完交易的工作 知道你是谁 由银行户口过货下来 它就可以了 当然了 但你以后要在IB户口拿钱走 都只可以回到这个户口 这些是很合情合理的 金融机构是很敏感的 所以它一定是要跟回这个程序去做 所以不像以前 以前一定要去证券公司 给经纪看一看你的样子 你真的是陈大文 才让你开这个户口 现在是不需要的 人也不需要再见 也会提供一个展示户口 给你们熟悉下落盘的操作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因为开始有很多东西你未必会熟悉的 那你用试验户口按一下 按多些就熟悉了 除此之外 Trading Permission 即是你交易的存限去到哪 我所知 现在它是去到四级的 有四个category 四级四级 我在说你是什么level 就是如果你买卖经验足够 资产又足够 最高是给你去到第四级 那我们最小需要去到第三级 那你才可以做到这个买卖 那当然了 你要如实说 如实报给IB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如果你什么都说 你没有经验 旁又没有想过 Trader 又没有T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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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什么事 其权这些事情 就要报回IP 可能你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的话 至少我知识上也能跟得到 来我们YouTube对冲黄道 看那31段片 其实都很帮助到你们 其权的知识 这个一定要留意 有同学是拿到第二个level 所以有些事情做的时候 是很麻烦的 所以尽量要 最少是第三级或是第四级 那就可以了 好了 还有要订购实时的奇权数据 好了 刚才库图有实时数据 就是了 IB 又要是不省得 IB 的实时数据是说 你不用怕的 你给那些数据是便宜的 还有你订购的时候 去问你是否一些专业人士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上完课就很专业 所以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bodies 就是说 如果你是金融机构持牌的 或者你的工作是帮别人 下盘做买卖的 或者你拿到IB的数据 你会寄购出去的 就是会播出去的 或者会经过一些 massage data 之后再出回去的 那你有可能是 fought into professional category 这个data fees 就贵很多的 我自己本身 我没有持牌 我和自己做买卖的 我极其量都是教书的 那我也不属于什么 专业人士 所以我就用回 我自己的 categorization 我就属于一个 普通人士 普通人士的 数据的收费 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 data subscription 的summary 我subscribe了 这些免费的 就没所谓 免费你就当 拿一份都市日报 没所谓 就是这些免费的东西 你免费了 不要管 这些是什么 你都不需要你去 免费你也要这么多 干什么 又不咬你家里的位置 好了 这个就要付钱了 Asia Pacific Hong Kong Derivatives Level 1 给了27元港元一个月 这个就是我买卖港股其权 那我就给你27元 好了 留意两点 第一 这27元向佣金扣分 如果你整个月没有买卖 就要付27元港元 但是我会不会整个月都没有买卖呢 那我想我应该受众正寻的了 如果整个月都没有买卖的话 那既然有这27元 那我觉得不是什么数目 如果你真的用买卖的佣金来对减 就不是什么大数 第二 说回为什么富途有实际数据 IB都要呢 因为IB我只拿来落盘的 落盘如果你的数据不是实际数据的话 它会提醒你的 你现在按这个数据不是实际数据 不是实际数据 但是你又看到有奇缘的 奇缘金 BITAS有奇缘金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呢 是15分钟前的 15分钟前就糟糕了 就是15分钟前 SPY的股价540元 到现在你落盘的时候 就升到545元 那你在看那个奇缘金 都是540元的时候的奇缘金 你说大不大糟 那我会对富途的 你对不到那么多东西的 那时候兵方马乱 你一定不可以省这些钱 一定要在IB买一个实际数据 还有到最后也会在佣金扣 那其实不扣又如何 27元港元 买杯咖啡都没了 所以这些就 我有买到这个 那这些WAVE的 这些就没理他 免费理他 好了 美股那边要留意了 这边就是美股 这边就是美股了 North America 这个也是WAVE的 那些什么CME events 就是有什么事件宝 那些就会通知我 这个免费就照要 好了 下面这个CME real-time 这个 那我就给了11元美金 这是trade指数的 如果你不trade指数 你便不要要这个 你期权收租 不是trade指数吗 我trade SPY SPY是标普的ETF 属于股票 好像刑负基金一样 好像220元一样 当股票那样看 所以如果你trade美股 SPY属于美股 就下来这个category 就是这个 选择这个OPRA US options的一个exchange 就是这个的收快 就是1.5美金 per month 哇大佬 如果你说减一个半美金 我想我一个月trade 足够我给个data fees 给到我走开那一天 这个一点都不是贵 但这个就是我买的计划 你不要问我哪个位置 乖 大家要自己去探索 因为我极量就是 展示给你看 因为我买的这些data plan 你以为我昨天买 展示给你看 我也是很久之前做的 大家自己按一下 对名字 就可以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data plan 去订阅 好了 说到这里 开户口 trading permission 入钱 接着就这个data subscription 选择什么plan 全部都说完了 我稍后会说回 我上一次 我上个星期二 有一个期限收租的分享会 就是准备收租 我6月12日就开始trade 为何6月12日呢 因为6月12日是联储局 议息结果出了 我说需要一个突破 他又给了我一个方向 我开始看照片 就是看指菜向上走 所以我就在6月12日 美国时间6月12日 我就开始做trade 那我稍后就会 展示给你们看 就是说有些 加入了这个课程的同学 我将我的买卖 都传给他们看了 我不是逼他们跟 也不是有市他们跟 我只是给他们做一个研究的 因为之后上课 大家都有些case 拿来做研究才行 就拿来大家一起做研究 那我只会在这个webinar 里面展示出 好了 展示完之后 那我就会 knock in 个IB demo 户口 尝试办下一次盘 让大家知道 大概落盘的过程 会是怎么样 OK 好了 6月12日做的买卖 一个分享 那我就将我当日 传给同学生的trade 就是做了这个 你看到6月13日 因为我在香港登记 这个IB户口 在香港6月13日的凌晨2点36分 那我当是6月12日的 因为我做美股 我就要入乡随俗 跟回美国的时间 当是6月12日做的 那我做什么呢 一堆东西 初接触其缘的 可能会觉得复杂 我等一下试一次给你看 按完之后 你说原来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的 那我做什么呢 卖出就是short call 5400 6月18日合约 跟着 买买 long call 5400 25日合约 好了 short那张收了8毫 long那张给了1.3毫半 其实我给了5毫半 OK 好了 这里你看回 我这里做了三张 以卖出三张 以卖入三张 然后以卖出一张 以卖入一张 我做四张而已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国旗元金不漂亮 很便宜 不是便宜就漂亮 但是不漂亮 但我也会开始动手做一下 上课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叫做不漂亮 好了 再看看佣金 这里做了一套 这里三套 这里和这里是一样的 那我做了一张 你看到 各个佣金 1.54 其实我已经够给了 Opera 每一个月的data fees 所以不要省这些钱 就是这些很小事 做了一张 也不合约 1.54 1.54 相对来说 其实算抵玩的 那我上课的时候 再详细说 为什么叫抵玩 而这套 trade 是Efficiency太低 所以我不会做太多的 我先当是热下身 迎接这个升浪 做几张热下身 那我给 1.35 收8毫 即每股给5毫半 美股来说 100股一张合约 即是给55美元一张 做了4张 就给了220美元 就是这么多 最多就是输220美元 220美元 资金乘7.800 大概156美元 左右 这套 trade 去到上周五是有盈利的 OK 但是赚的不多 是有些原因的 所以我说这套 trade 不是漂亮 但也先开着 让自己 warm up 要动 大家要动起来 有些要准备做 就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就是 Shot Call 5400 Long Call 5400 18号 到25号 那我就用IB的户口 示范给大家看 我再说一次 6月12号 就做了这个买卖 Shot Call 5400 Long Call 5400 我成交了的 我会即时 real time screencap 寄给同学 大家有个了解 知道我在做什么 还有我是真做的 即是我不会 赞鸭 即是真做 你才感觉到市场是如何做 OK 好了 那我稍后再说一下 速成班 我现在先去到IB的户口 好了 这个就是IB 如果你用电脑落盘 就下载这个Trader Workstation 在这个Trader Workstation 就可以订阅真帐 和Demo帐 在这里 但是你看到 又按 double click下去 和我的电脑慢 double click下去 又订阅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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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还要打开电脑 有时你去旅行 和家人去旅行 你都不想搞到 这么扫兴的 等我开电脑出来 才是Trader那一张 我不会用手机做 全程用手机做 上个星期 我先和家人去完旅行 一路去旅行去日本 一路按 时差一个小时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和我正常都是这样做 还有不困身的 都是在房间出门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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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几下睡觉 好了 订阅了 double click APP之后 这个是real trading 这个是paypal trade paypal trade 就是所谓的Demo帐 那我就订阅了 以前我自己都很惯用电脑 但是现在是 换一下电脑 我都不再用了 我想我大概一年时间 已经没有再用电脑落盘 有一些同学 就坚持用电脑落盘 这个不重要 电脑好像感觉 看到的东西会是 多些 画面大些 但是其实 当你每天不断做 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都是按了一堆东西 整个IP 我很坦诚 跟大家说 我是不会 这个不是一个brokerage帐 即是不是一个真帐 要你知道 不要以为自己真的下了盘 按 understand and accept 就可以了 整个IP帐 我想告诉你 其实整个平台 我不会适用所有功能 他所有东西是非常高深的 我跟你说 我都不适用了 所以你不需要被他的版面吓死你 因为大家接触开期权 都是用SP trader 为主 但是 forget about SP trader 不错 就是你要在期权身上做到 神级 出神入化 能把心底铁级 又或者不要说到什么 我真真正正想用期权来吃 轻松赚一下 赚一下钱收一下租 我不相信你会用SP trader 成功来做到这个 我稍后示范给你看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期权长和短短短短琴 尝试在一些 主要政协公司开户口 即是我不说什么 主要政协公司 你开了户口之后 然后想买卖的其权 其实你可以看到SP trader 正常的地方公司,如果你做一只 我当是有美股期权给你玩SPY 你做SPY,你做Long Call 将Long Call减不到Sort的margin 你很严重 你做来做的都是做一张半张 因为你顶不到margin 这个版面就是IB的Option Chain 期权链 我现在想做什么呢? 做SPY,做我刚才的Train 记住我刚才的Train是不适合现在的 大家不要跟着 我只是展示给大家看 如果我今天做会是怎样 但现在做会很虚张 不应该做 我就在这里左上角,按一按 没有我想选的SPY 打SPY,按SPY 然后按Enter 好,就问你是否这一只 对了,就双击它 它就会混入SPY的期权数据出来了 SPY上个星期五收542.63 就是这样 540多元左右 那我想做什么呢? 我就想用Strategy Builder 来落款 Strategy Builder 这里看到了 Strategy Builder 可以在这里点击 点击它 等一下 我就在这里点击它 我就用Strategy Builder做 Strategy Builder的意思就是 可以两张,三张,四张 最多六张合约 一起成交 要是六张一起成交 要是一张都不成交 而我刚才的Strategy 是两张合约 一张短约 一张短约 OK 好了 我想做了 那我就想短约 5400 这里6月21 7月19 没有6月18号合约 这里有更多 按下去 这里有一个Wiki 按下去 但犯不犯? 你说犯不犯? 手机不用犯这些东西 好了 6月18 8 6月20 我想做6月18 我刚才是6月18 短约 5400 6月18 按下去 6月18的合约 有些同学说 为什么只有几张合约 加sir 有很多合约 因为这里不是选择 All Strikes 如果我选择四个 因为只有四个行使价 又说在IP很差 只有四款合约 不是 你还未探索到 这里几打都按All Strikes 不要紧 All Strikes 先看完所有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可能有些人只是交易ATM的位置 就只看中间四个八个 但我觉得不要紧 就看完所有 好了 5400 我短约5400 现在是18号合约 短约5400 我就找5400 如果我想做短约 就要按个BIT位 这里按一下 按一下 那你就看到这里 Sell 18号 5400 call Sell 就是short short call 5400 18号 OK 好了 接着我做Long 或Long 25号 那就选择 这里按more 这里选择25号 Long call 5400 如果你做Long 你做这套 正常是有一个margin 就是让它锁你的按针 做这套 一定是被人锁按针 但为什么是零 因为未开始 所以这里看到的数字 暂时是零 就是这样 好了 如果我要做这套 calendar spread 我开仓 咦?0.59到1.05 你见不见这个是正数 正数的意思是 因为没有负就是正的 正数的话代表你要付钱 负数就是你收钱 负数就是你收钱 如果以一套Strategy Builder 的角度来说 它怎么出来的呢?0.59和1.05 上面把short call 我售它 我当收最坏的这个价 这个是必价0.12 接着给0.73 加上我就要给 这个做Long 加上我就要给6毫1 就是其中一个价 另一边收0.13 给0.72 这就是另一个价 它就会和你继续 在两边这样做的话 究竟要付多少钱? 总之正数的就是 你要付钱出来 中间显示了DELTA 显示了FETA 这些东西给你看 尺寸就是排盘 有多少张排出来 这些你看不明白不要紧 最重要是设计下盘 好了 我这里下一张 付钱 我想付多少 付钱就算付越少 越好 就在滑鼠的 我给4毫7 可以不可以呢? 你就可以按 最重要是选限价盘 这里 这里抹限价盘 市场价一定要选限价 一张QTY 一张做一张 好了 这里叫Date 还有GTC 我上课再慢慢说 什么叫GTC 好了 基本上我已经设计了 我愿意给4毫7 开这个组合 要么整个组合开 要么就什么都成交不了 我搞定了 就去右边这里按 Submit Order 这里 按Submit Order 整个盘就会扔出去 看看是否成交得到 OK 就是这样下盘 下完之后 我上课会再详细深入一点说 就是这里按 Trade History 这里来 这个Trade History 按你有没有成交过什么 你成交那样东西 是不是你想做那样东西 因为同学们很多时候都会落错本的 所以你要复本 你要看回Trade History 又要按下去 我手机其实走过旁 成交了什么 我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真的很惯用 很喜欢用手机 上个星期去日本 一直吃着一篮一直落盘 其实我感觉很过瘾 就不用打开电脑 搞这么多东西 好了 这是落盘的过程 上课我详细再用手机 展示一次 今次纯粹说电脑 我如何落盘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看不明白 这里有很多东西看不明白 不用理会 Excel很多东西都不懂得用 Excel里面的方法 你都不懂 你便在用Excel 所以别这么认真 若找一些適合你和你需要用的东西 这些东西又会在上课再一次详细说 哪些东西是我需要用到的 我会强化地说 那些功能你一定懂得如何用 OK 好了 我当我成交了 这套东西成交了 即是好像我现在的仓位 我自己是成交了 当然你这里看不到 因为这个是Demo account 你什么都看不到 好了 如果要平仓那怎么办 这里先清晰 清晰 好了 那我做short call 5400 18号 我先去18号 18号的合约 我short call 5400 我平仓就要long call 5400 按一下 Ask各位按一下 那你就看到我买回5400 call 18号 接着25号那张合约 我之前做long的 现在就做short sell出去 好了 5400 这里做short 按这边 sell出去 可以吗 刚刚相反的 这两个位置 相反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张合约 订回去了 OK 那如果最差的价格 我给1.3号买 接着收回7.2号 那我就收5.9号 就是这个价钱了 那我给5.5号开仓 而已 我在市场上最差的价平仓 我都赢了钱 赢了4000 不是多 但是这个 小钱牛刀而已 我觉得市场开始向上走 虽然我都会这样做 但是5号管的价格实在不漂亮 上课再告诉你 为什么不漂亮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以往 2.3月的时候 我也分享过收租的做法 我通常 一顺势用2万港元 一个月大概都能拿到 其多两个东西 但是如果期权金是5.5号 我不会做这么多张 四张八张就算了 好了 那我做这个动作 你看到今次是负的 是吗 就是我收回钱 如果我之前 那套Canada开仓 现在这样就收回钱 平仓了 如果刚才我给4.77做了 现在我收5.9对1.05 举例我收到7号子 我给4.9 开仓 4.9 现在收回7号子 那我就赢2.1 那就是开仓平仓的做法 我详细先说到这么多 上课会再详细再go through 手机版和电脑版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好吗 好了 很简单叫做go through 就是说库图和IP是什么一回事 那我去到我们的PowerPoint 最好的一点点 那希望给大家多一个基本的概念 还有有些人在问我 在IP开户不知道怎么开户 那我已经说了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包括 你网上填一些资料要真实 第二就是你要拿一个足够的 trading permission 接着要入钱 那你用银行过户下去 那就是最简单的 那你用多少自己去衡量 好了 到最后就是subscribe real-time data 当这四人东西做齐了之后 用一个demo account去玩 demo account由于不是计真钱 所以你就当practice整个 account的运作 那尽量在上课之前 玩熟整个 account的运作 那在上课的第一天 我们也会说回IP的操作是怎样 那我买少许广告 我们这个奇缘收租的 就是线上速成班 其实这个叫A班 我还有B班 C班 那我们先说A班 A班的目的是什么呢 前后一个月就适用IP 来买卖期权操作 做买卖操作 第二一个月时间就学会 最基本的期权收租的做法 即合即造即收租 上一班上两班初班的同学 都是这样收到租的了 好了简单介绍 期权收租的概念是怎样 不涉及复杂的期权理论 那些计算是全部没有的 好了两堂 两堂一场两堂zoom 看到人的 这两堂zoom会搞什么呢 第一,IP的进阶小资 操作 手机开仓平仓福本 简单开仓出错的机会 其实开仓出错一定会发生 但最重要是你尽快发现和修正 这个才是重点 不要介意 落错判我也会 更何况你 好了,第二 最大亏损的计算结算安排 是怎样做法 第三就是期权收租基本的原理 是怎样叫收租呢 好了,第四 最佳的期权收租组合 是什么组合呢 示范给你们看 Calendar Spread 好了,如何选择行使假和到期日呢 这就是那两天上课会说的 亦都务求令到大家 真的懂得如何收租 课程完结后一个月内 去到8月3日 因为我们是6月26日和7月3日两天上课 去到8月3日可以免费线上重温 无限次的 你看到眼花都还可以 你看几次都没错 其实6月26日上课之后 我通常27日就会传一条zoom链给你们 那你怎样看都可以 看到8月3日 7月3日的课程上完之后 7月4日又会传一条link 给你们看到8月3日 所以就不会怕 我想不到其中一课 遲些才想不需要想这些东西 想不到那课就看录影片就可以了 慢慢讨论之后 其间有什么问题 可以WhatsApp问我 好了,课程开始前一个月 但现在都已经少于一个月 课程开始前一个月 和课程完结之后一个月内 我们会用WhatsApp Broadcast Broadcast 其实要留意 是属于WhatsApp Group的一种 但是你看不到这些群组里面 我一按键 整个上了我这个课程 和我会同一时间收到 我传出来的信息 那你又要收到WhatsApp Broadcast 那Broadcast 会告诉你 我做了什么买卖 好像刚才那样 六月十二号 那我就做了那套契线 我还要传给你们看 什么行驶价 什么到期日 什么价钱 全部看得一清二楚 而平仓我几时评 都会传给你们看 OK 那我做研究 就是我不鼓励你们 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做买卖 真的是做买卖的 自己想过度觉 觉得OK就做 那这样做 我希望才可以提升到 大家对期权收租的兴趣 和了解 所以你越早报名 就越早可以收到 WhatsApp Broadcast的Message 好了 上课时间6月26日 7月3日 线上上课 不需要见真人 即学即做即收租 学费4800元 每日只需要花5分钟 我真的是循势任务 我当生意这样做 但我每天都看一看 大概期权金是怎样 但是我一直玩很久的夜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研究其他做法 其他策略 这是我习惯问题 但我纯粹说期权收租 每日5分钟已经搞定 不涉及任何复杂的期权理论 不需要计算 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分析 简简单单已经很足够 也不需要熬夜不睡 有些同学很害怕 做美股期权不能睡 如果你住香港的话 但有些同学是身处美国加拿大的 那就正合理议了 有些退休人士住加拿大 其实我也想有些额外收入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对你来说 我们来说是凌晨4点 对你来说是下午4点 所以对你来说 基本上没有时差问题 对你来说会更加正 也不需要看很多图表 看很多东西 看着的东西 完全是不需要的 是极度轻松 因为收租的意思就是 所谓包租工 基本上什么都不用怎么办 每个月定期有钱收 就是收租的目的 所以我们不会做到太烦 又要经常看着市 其实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这就是KR Code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送完KR Code 信用他付钱 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课程 要留意 如果真的付钱 第一 你要收到stripe 的email 因为我们是用stripe 来收钱的 确认你付钱 保留着相关的 所以打赛电邮 不是电动电邮 第二 就是WhatsApp 我们56193185的电话 WhatsApp 告诉我们你付钱 我们就开始跟你 沟通联络 告诉你下一步 有什么要做 那么给钱 当然是尽快联络回我们 好了 将56193185的电话 记住加到通讯录里面 因为WhatsApp的Broadcast 由于你们设定了一些 Privacy Settings 如果你没有加到到 联络列里面 你不让别人拘捕你 而这个Broadcast 是属于WhatsApp 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电话 加到你的联络列里面 加到Investology Henrysir 其权收集 什么都可以 或者叫他做ABC 都没问题 总要加到你的通讯录上 好了 我们会在上航之前 6月26日之前的2、3日 将Zoom连续 送给你们登记 你登记了之后 我们会认识核实是你的 核实是你的 你会再收到Zoom 送给你一个电邮 上航之前15分钟 到电邮上 按在连续上 就能上航 非常之简单 好了 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希望这个视频 可以帮到大家 深入多一点了解到 IB和富途 有什么好处 如何运用 还有为什么我会这样运用 期间有什么问题 当然随时WhatsApp 56193185 和我们联络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 希望之后见到大家 拜拜